有往昔,军演讲故事,连昧播讲,花木创作的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九十九亿闪昏,豪门总裁夜夜忙。 第五百五十三集 宋清传简单收拾了一些东西,下楼。 管家刚好就在楼下,看到他下来,微惊了一下。 这一夜过来,也不知道先生和少太太之间发生了什么。 早上先生独自从房间里出来,满脸的憔悴。 这会儿少太太从房间里出来,也是满脸的憔悴,而且手里还贴着东西。 管家走上去,关心的询问。 少奶奶,您这是要出门? 宋清传点点头,镜子去门口换了鞋子。 走之前,他又回过身来问管家。 管家,我家人还在西楼吗? 在的,刚刚吃了早饭了。 宋清传微微焊手,随即便走了出去。 管家有点不放心,就跟出去看看。 毕竟,少太太的脸色是真不好看,才短短两天,整个人就瘦了一圈。 宋清传原本是不想再过问其他事了,但是自己就这样走了,未免有些不负责任。 毕竟,这件事是因自己而起的。 刚到门口,就听到宋老太尖锐夺人的声音传来。 这个声音,他反感了。 第一次有这种反感到厌恶的感觉。 宋清传直接走了进去。 屋内,宋老太正对着宋母大喊大叫,宋父翘着二郎腿坐在沙发上。 不知道是巧合,还是听到了宋老太特别的声音,继母和继家二老也从室内走了出来。 正好和近来的宋清传打了个照面。 宋清传只是淡淡地看了他们一眼,然后直接走向宋老太这边。 宋老太这会儿也看到他走了过来,刚才的气焰脸了脸。 看着宋清传面无表情地朝自己走过来,一步步逼近,宋老太退了退,有些胆怯。 你,你想干嘛? 回去吧,我们已经离婚了。 宋清传的语气平静到不能再平静,就连眼底的眸色都没有一丝波动。 他将手里的离婚协议书放在茶几上,转身离开了这里,留下所有人都惊恶地站在那。 当他们回过神来,看到桌上那份离婚协议书,有人伤心,有人震惊,有人遗憾,也有人不甘。 可惜,不管是怀着怎样的心情,注定挽回不了一颗绝望的心。 主楼楼顶,天台上,一道萧条的身影立在那儿,明明是艳阳将他笼罩,可是他身上散发出来的,却只有孤寂,惆怅。 骑青的目光投在远处,目送着那道离开的背影。 他的孤独与他同在,他的悲伤与他同在。 既正庭没有那么难过,也没有那么痛苦,只是有点不舍。 自从出院以后,他脑海中总是无时无刻地回旋着骆青的话。 你的病情需要两年的时间观察。 如果血块不散的话,很可能会活动,甚至变大。 到时候可能会压迫神经,可能会压迫血管。 最坏的情况是产生精神问题,再严重就是昏迷,死亡。 他不是恐惧死亡,也不是懦弱不敢面对。 只是不希望在宋卿尘最美好的年华里,给他带来或者留下最深的痛苦。 选择放手,是为了能更好地拥有。 宋卿尘临走前,最后一次来到花店,跟新月做交接工作。 他知道,花店是计证亭的,所以交给谁都一样。 新月握着他的手,不舍地说道。 秦成,你真的要走啊? 我是去国外深藏,你应该为我感到高兴才对。 宋卿尘面上挂着淡淡成熟的笑,仿佛一切都已经与他无关了。 现在的自己,是一个全新的宋卿尘。 可是,你这一走,我什么时候才能看到你啊? 什么时候? 对宋卿尘来说,也是一个未知数。 他挣了一下。 也许很快,也许,就看你想不想我了。 我一定会去看你的。 所以,你安定下来之后,一定要记得把地址和联系方式告诉我。 其实这句话,新月已经叮嘱过无数遍了。 会的,宋卿尘答应他,新月是自己唯一的朋友,他不会失去。 还有,你一个人在那边,要好好照顾自己。 这句话说出来,新月的眼底渗出了一层门龙的水雾。 宋卿尘眼眶也跟着红了红。 嗯,你也是。 新月抽了抽鼻子,将眼底那层湿润敛了回去,不想让气氛太伤感了。 对了,你毕业症怎么办? 宋卿尘的眼底划过一丝黯然。 这件事,他应该会帮我处理好。 到时候,如果有我的,你就帮我领着寄给我。 如果没有的话,也无所谓。 怎么能无所谓呢? 那可是你熬了那么多年才熬出来的呀。 他辛苦奋斗了那么多年,新月都看在眼里。 当然知道,毕业症对他来说是有多重要。 但是宋卿尘不想多说,只是台湾看了眼时间。 时间差不多了,我该走了。 说吧,他就站了起来。 不知道为什么,最后那句话说出来,心肩莫名地刺痛了一下。 新月也跟着站了起来。 我开车送你。 宋卿尘点点头,没有拒绝。 新月一路上都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不能让卿尘就这样走了。 不管他跟纪正廷之间发生了什么,他都要替纪正廷争取最后的机会。 宋卿尘侧头看着窗外的风景,脑海中来来回回都是这个城市的点点滴滴,形形色色。 他从来没有想过,未来的某一天,自己会离开这座城市。 然而,现在真的要离开这里,去寻找另一片天空。 他发现,自己竟然还会赶伤。 到了机场,时间还很宽裕。 新月找了个借口,说是去给他买点吃的留飞机上。 尽管宋卿尘说不需要,他还是一溜烟地去了。 离开了宋卿尘的视线,新月就掏出手机,打了个电话出去。 对方刚一接起,新月就着急地开口。 白静廷,你到底怎么回事?联系到几大boss没有? 你的话我都已经传到了,而且传了三遍,你还要我怎么样? 什么叫要你怎么样? 合着纪正廷不是你朋友是不是? 他们俩现在眼看着就真的要掰了,你到底有没有一点良心啊? 新月觉得,白静廷现在应该找人把纪正廷给绑过来才对,而且应该是在路上。 不然根本就来不及。 不然根本就来不及。